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录制播出的古言穿越小说 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眼波 一刀丝丝 一种侃侃 后期制作 天雪 第八百七十七集 帐篷内 一把长剑插穿了帐篷底部 立于药童跟前 药童哆哆嗦嗦地跪在地上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凤九儿坐于椅子上 看着地上之人半眯着眸却没有说话 直到外面的人都离去 他才淡淡说道 起来吧 药童不敢相信地抬眸看了一眼 沙哆的声音响起 九 九儿小姐 起来 凤九儿再次提醒 药童站起 看着凤九儿 眨了眨眸 不敢说话 哪里来的 凤九儿对上了他的目光 沉声问道 凤凰城 药童吹吸了一口气 低声回应 凤凰城 凤九儿上下打量着眼前的女孩 嗯 我阿娘死了 在凤凰城 没亲没故 想着过来 投靠我舅舅 可是我来了鸭木城十几日 都没有任何 我舅舅的消息 盘缠也用完了 后来看到一个药铺 招收药筒 便去碰碰运气 你对药材的了解如何 凤九儿 看着药童轻声问道 我娘 也是一名大夫 我从小便开始跟她学习药材 算是有些认识的 好 凤九儿 端了桌子上的一碗粥 递了出去 你过来看看 这粥里面有什么 药童抿了抿唇 举步往凤九儿跟前走去 她接过碗 放在鼻尖 闻了闻 突然扑通一声 跪了下来 啊 九儿小姐不要杀我 我真的没有下毒 闻到了什么 凤九儿轻声问道 蝉酥 药童低声回应 是新鲜蝉酥的味道 药童有些不明白 凤九儿的用意 只能抬眸看着她 如实回答 你手背上的伤 是什么时候造成的 瞄了药童的手背一眼 凤九儿的气息 低沉了几分 喂 九儿小姐 这伤是昨日 给兄弟治疗的时候 不小心割伤的 药童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真的没有下毒 请九儿小姐不要杀我 你以为我要让你引毒谢罪吗 凤九儿看着药童 惊醋了醋眉 药童抬眸看了凤九儿一眼 垂眸看着被自己放在地上的粥 抿了抿唇 若不是 那 这碗粥 难道说 兄弟们种的 并是禅酥的毒 是的 凤九儿肯定了药童的猜测 在我的兄弟中 也有像你一样 懂得一些药材之人 所以哪怕是你们想带着毒药 进来害人 也没有这么容易 如果 如果是我想要下毒 我也不会选择直接将毒药 带进军营的 药童轻轻点了点头 九儿小姐 我记得 在第三队后面不远的小溪旁 看见过馋 可是 我真的没有对兄弟们下毒 我暂时相信你 凤九儿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呼出 摆了摆手道 起来吧 药童咬着唇 点点头 才慢慢站了起来 九儿小姐 你 你如何相信我 她低垂着脑袋 轻声问道 我懂药 也懂毒 要是我活抓了蝉 采集蝉酥 给兄弟下药 也不是不可能 当然 凤九儿点点头 每个人都有嫌疑 但我暂时相信你 按照你的伤口的愈合情况来看 你的伤确实超过了十二个时辰 而这些新鲜的蝉酥 从蝉身上踩下 不超过三个时辰 在采集蝉酥的时候 伤口很容易会沾上毒素 你没有任何中毒的现象 所以我说 我暂时相信你 凤九儿浅叹了一口气 站了起来 既然你懂得分辨药材 那就留下来吧 我的人采集了一些药材回来 你哪都别去 留下来分药就好了 是 是九儿小姐 药童猛地点头道 凤九儿在腰间 结下一个布袋 从里面掏出一张 很薄的面皮 抬起头 我要你的脸 做点事情 药童不敢多问 昂起脑袋 大概一刻钟之后 药童从帐篷里面离开 很快 有兄弟扛了一袋药材 走进了帐篷里 在一处的另一个帐篷里面 几位大夫和他们的药童 一起在用膳 看着刚才被留下来的女药童进来 女药童的师傅立即站起来 皱起了眉 莫不是真的 你给兄弟们下了药 你想害死大家 是不是 没有 药童的声音有几分沙哑 看起来被吓傻了 九儿小姐已经查清楚 不是我的问题 女药童在她的师傅身旁坐下 再没有说话 不是就好 看她能安全回来 她的师傅也选择了相信 对了 你们说 这件事情究竟是谁干的 明知道我们是对方的人 要是这儿的人出了什么好歹 九儿小姐要是怀疑 那肯定会介意怀疑我们 这回真的被下药的人害死了 对了 究竟是谁呀 另一个大夫 环视了大家一眼 也轻声道 别害了大家 我家里还有一家老小 不可以出什么事情啊 九儿小姐实在是有些过分 再一个大夫的声音响起 我们一心沉浮 好心过来帮忙 她居然怀疑我们 真要我们是外人 不怀疑我们怀疑谁呀 女药童的师傅说道 侧头看了自己的药童一眼 女药童师傅也松了一口气 不过看起来 九儿小姐还是个好人呢 要是换做别人 我们这里的人 很可能一个都留不了 对于这种事情 哪位将军不是杀以敬拜呀 而且我们还是想法 她现在将我们杀光 也没有人替我们说话的呀 也对 只是希望九儿小姐 早点让事情查清楚 只要是能者 谁当门主也无妨啊 众人一一言或一语 有抱怨有无奈 也有得很安静 只会偶尔说两句 女药童坐在其中 一直保持沉默 受伤的兄弟不少 午膳过后 大夫和他们的药童 又开始忙碌起来 换药 配药 煎药 众人忙得不可开交 我听说 下毒的人抓到了 是九儿小姐自己军队里的内奸 不对 我也听说了 没想到是内奸的 差点被他害死 不过抓到就好 至少不会连累我们 入夜之前 一个消息在军队里面传开 很快 所有人都知道了一个事实 那便是今日下毒之人被抓了起来 军营里终于恢复了平静 本集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